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长不愿意改变 但是这时候孩子 他一样可以自己不断地学习成长 让自己从过去这些阴影里面走出来 那往往这时候就需要比较专业的协助 比如说透过信用排列 或者一些创伤的疗愈的方式 来支持这些孩子 所以孩子能够有机会去做调整改变 可以从这里面去突破走出来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有时候这份创伤也好 或者心理这些因素 我们就要去看到 他如果只沉溺在 觉得自己很可怜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更好突破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要帮助这些孩子去看到 父母有common可能自己的问题 第二个我们要看到孩子有时候 为这个家族去承接了一些家族 未尽知识 一些家族的情绪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孩子后面的这份爱 那孩子也要看到自己心中对这个家族的爱 去看到爱在哪里 那就机会去调整转变 所以专业的协助就很重要 那像信用排列这个方式 他就不再只是看到你个人的一些状况 他会看到整个系统里面 为什么爸爸妈妈有这些问题 所以孩子有时候看到 原来爸妈他会这样对待自己 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承受了家族的一些动力的影响 也许是他们自己的父母也有些状况 或者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也有一些他们的一些状况 所以当孩子有机会去了解到 原来父母他们有他们问题要面对 他们也是在这个家族里面 去承受了一些家族的一些事情 一些情绪 那孩子也会分这份了解性 就有机会在内心在认知上在心理上 有机会去做调整改变 比如说有一个例子 我在新加坡有一个案例 有一个女孩子 她就是父母亲从小对她的一些管教方式 让她有一些恐惧 结果透过希望牌类我们支持她 她本来恐惧甚至很害怕 因为爸爸妈妈常打架 吵架 对她也有一些创伤一些阴影 结果她那时候就很害怕进入婚姻的关系 不敢交男朋友 然后随着年龄慢慢的开始增加 后来在上课的时候 透过希望排列她去了解到 爸妈他们之间的问题 还有爸妈对待她 其实有更多的系统的动力在背后的影响 那她从这里面去认识了解 然后身心得到一份疗愈解脱之后 过了大概不到一年 她开始从网路上认识一个男孩 结果两个人开始交往 交往之后关系越来越好 然后互动关系也很好 她不再恐惧去交往了 然后不久之前 我收到他们的席点 他们就结婚了 结婚了 然后结婚之后 过一阵子之后 收到他们好的消息 现在又怀孕了 也生孩子了 所以这个就是她的生命的过程 透过这大概两三年的一个过程 从害怕两性关系 害怕人际关系 慢慢的透过希望排列调整 能够把内心的这份阴影恐惧 这份创伤能够得到的一份疗愈 一份调整 一份改变 然后就可以更好去创造她的人生 所以就算爸妈 他们不一定愿意学习或改变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 当我们改变之后 有时候我看到很多案例 我们可以影响爸妈 爸妈看到我的孩子变不一样了 爸妈其实内心也渴望 希望能够去做成长做改变的 所以只是要提供他们好的方式跟管道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愿意成长改变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